我們分手吧 停 你現在說分手 你多給點感情, 多給點勤奴 你叫我傷心一點 我就給你一個傷心養 你看看你, 木頭、木頭 加上一雙死魚眼 你這個就叫漏打養 不是傷心養 你現在說分手 你若有淚水在眼裡 朗來朗去, 這樣才夠真誠 你嘗試醞養一下情緒再來一次 你說讓就讓嗎? 當面說這麼麻煩 不如我電話或訊息他算吧 那當然不行 你現在一腳踏兩船 簡直是罪該萬死的還要用電話說 你是不是想你的名字遺臭萬年? 大群人都是這樣 大群人也不會一腳踏兩船 你又回答 那說分手真的很難 你吸口氣, 當我是Hugo 就是這樣才最難 行了, 知道了, 我站高一點, 行嗎? 你現在就當我是Hugo 把你心裡捲了很久的東西 一次過都說出來, 坦坦白白地說 其實你真是很好 我跟你在一起我也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價值觀真差太遠了 我們很多事都不合適 第一, 我不喜歡爬布 因為你說喜歡, 我才假裝喜歡 第二, 第二, 我不喜歡吃海南雞飯 因為你說喜歡吃, 我假裝喜歡吃 第三, 畢業之後我不想去旅行 還有, 我也不太喜歡去日本 第四, 還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想和另一半一起進步 但是我跟你對進步的定義 真的差太遠了 基於以上這四點, 長痛不如短痛 我想分開了, 對我們大家都好 希望你明白我這個決定 好, 對不起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可以為了你而改變 他真的會這麼說嗎? 也有可能的 那幫你嘗試不同的反應而已 行了, 如果他到時真的這麼說 我怎麼回答? 那你現在想清楚了 你到時自己倒閉吧 我…有些話想跟你說 我要練跑 等等 等等 卓柯南, 我跟你一起說吧 怎麼樣?有什麼謊言想說? 你別以為瞪大眼睛又可以假裝模擬 我什麼都知道了 什麼? 上次圖書館的唸L 走我柯南的直覺 雖然她沒有社交平台、社交平台 沒有社交平台、微信、社交平台 但是天網恢恢 連天都不想我戴帽子 居然讓我找到這張圖 你那天不是跟我說 剛才認識她嗎 為何你要騙我 我…一時醒不醒 這樣就大話說了, 你真是傻的 我也不明白 我以為我們很合適、很開心 大家都喜歡運動、喜歡旅行 喜歡海南雞飯 我們一起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為何你要這樣對我 不是, 我… 我知道你看中她的事, 錢吧 我以為你跟其他女生不同 誰知道你也是貪污虛榮 我對你很失望 分手吧 為何要遲到 我臨出門的時候有點不舒服 那現在不就好一點 好一點了… 如果要成功的話就好好管理自己的身體 早睡早起是關鍵 像這樣, 九點鐘睡覺 六點鐘醒 三年都沒有拚過一次 九點鐘睡, 這麼想做什麼意義 沒事…我們開始吧 你看看, 我想到一個生意 午餐到會嗎? 中環那邊差不多一百萬個打工仔 這個辦公室 但現在外面的親戚是用男生的 如果外面沒有餵的話, 又要喊外賣 所以這個市場其實是非常大的 但是現在已經有很多外賣程式 我們怎樣特惠而出 通常叫外賣送到你 食物不是東西, 就是把材料走 質素真的不太好 所以我們想推銷的是食物的質素 目標是一些對飲食有要求 高收入的人士 送到你的食物都是熱騰騰的食物 我覺得還可以搞一些機器 現在那麼流行直播 我們可以直播它的製作過程 看直播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送到你面前都是什麼樣子 名字叫做… Find I in Office 好想 那我們快點製品提供 之後再賺賣融資 我們的目標是半年之內成立 兩年就擴展到大中華 三年就衝出國際 怎麼會知道一點都不開心 我已經睡了 我們會一起進步吧? 當然會 人生還要不斷進步吧? 來吧 其實這裡的餐廳吃點是沒有飯 用完全部人士享受午餐的 這是不是按摩嗎? 按摩了 怎麼不吃? 為什麼? 沒有飯,沒有飯 你怎麼會做的? 燒了燒燒,很容易處理 其實電飯煲要用5A的燒燒 但拖板要用13A 真的很厲害 以前在家裡 這些東西都是由我老公做的 我前夫,行嗎?我什麼都不懂 其實這些東西很簡單 都是我女兒叫我上網上網上學習的 看兩、三次就懂了 沒有男人在身邊 自己學習兩、三招,旁下身 那你懂得做水龍頭嗎? 當然懂,下次教你 好 喂? 好…我現在過來,再見 這麼開心?什麼事? 我女兒,她今天下午過來跟我吃飯 不好意思 那個臭丫頭經常在鄰居 不是經常有空 明白了,快走吧 那我走了,再見 吃飯了嗎? 這陣子做事怎麼樣 還好 這陣子收入多了 那豈不是很忙嗎 也不算 來,多吃一點 我想你已經很久沒吃住家齋了 爸爸到現在都不知道我吃齋 那天還幫我叫煎完骨飯 你回家吃飯嗎 算不算嗎?還打擾了一場糕 你連我女兒都好像撈亂骨頭一樣 其實我想問你很久 你喜歡去什麼 你別看他現在這樣 剛才結婚的時候 他也是很顧家 又有擔戴 對我也不錯 現在弄成這樣 人總是會變的 尤其是當你要面對生活的壓力 不過無論現在變成怎樣也好 也不能沒實過我的感情 其實我現在回想回頭 我也不能因美姐會怪他 事情弄成這樣 我也有責任 很多事情 如果我懂得放開你說話 結果未必會是這樣的 我最內疚的 是因為我不懂得處理我和你們的問題 影響你們 也過去了 人總是會有遺憾的 經一事,長一智 每一次的經歷每段的感情 都要讓自己多學很多東西 讓自己的將來做得更加好 那你現在開心嗎 你呢 我們泡水吧 我幫你 讓我自己好了 這是什麼 我的照片剪 你的照片?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以為你們沒興趣 為什麼沒興趣? 我女兒開照片剪 我要告訴我們朋友自等的捧場 是哪裡? 你下一步要想的 就是如何將這個想法表現出來 你果然沒看錯人了 還是靠自己 不如我們暫時不要再見了 你也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的任務也完成了 你真的不想再見嗎 我覺得這樣對我們是最好的 想不到你打爛了牆壁之後 竟然就走了 我們一起不會有好結果的 我們一起不會有好結果的 不如像你這樣說 我們留下最漂亮的那一刻吧 這是你最想要的東西 你給我拍張照片 那你給我拍張照片 我拍了你這張照片 以後也不會找你 你幫我找回自己 我拍張照片 我來吧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